為了讓更多人春節假期 能欣賞到台東在地創作樂團的好聲音 原名台東部中心自製的東海岸之聲 突破過去議題座談呈現的方式 1月4號邀請三個台東在地創作樂團 共同錄製新春特別節目 希望將部落多元族群的創作音樂 呈現給觀眾 其實因為東海岸之聲的節目 呈現一直都是台東花東地區的議題 在地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藉由過年特別節目 然後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請台東在地的樂團來演唱 然後聊聊他們在台東創作音樂的心目歷程 東海岸之聲邀請了黑孩子原位醞釀 以及部落美男子三個台東重量級 超級樂團一起通台飆歌 同時還在台東重金打造了千萬攝影棚 讓所有樂團能在熟悉的環境裡分享他們的音樂故事 這次能夠來到這邊又是熟悉的地方 其實會覺得很放鬆 在地的環境又很好 對啊 住家裡就近 我是南往的人這樣去看到南往山 離家不遠了 離家很近 對 然後在這裡就一切都很自然 堅持呈現在地原汁原味的好音樂 東海岸之聲新春特別節目將在1月26號以及2月2號播出 邀請觀眾一同收看台東在地樂團的好聲音 以及他們音樂創作的心路歷程 這次文章章的台東視採訪報導